今天带大家来玩一个全新的NAS系统 这个NAS系统的名称叫做Unread 那为什么要说它是全新的NAS系统呢 是因为国内的朋友很少接触到这个系统 那实际上国外的朋友也很少用这个系统 大部分国外的朋友他是喜欢用这个FreeNAS的 那国内的朋友的话是喜欢用这个威廉通或者是群晖NAS 这个Unread的NAS系统实际上并不年轻啊 他在今年的这个8月份才满的这个14周岁 也就是说这个系统已经诞生了14年了 这个NAS显得小众的话呢 我觉得主要原因就是他不支持这个多国语言 也没有专属的这个APP 不太适合普通的这个玩家 但是你一旦上手以后 你就会慢慢的爱上这个系统 很有可能你就会为他来付费购买他的这个版权 这个系统看似非常轻量化的一个系统 但是实际上他的这个功能是非常强大的 怪不得他要卖到1000块的这个人民币 所以他也提供了一个月的这个试用期 那么我们在一个月内已经可以完全的熟悉这个系统了 第一次上手这个NAS系统其实并不友好 会遇到很多的坑 操作的这些逻辑和群晖的NAS系统都是有一定差距的 那接下来的话呢 我就带大家来上手这个系统 我踩过的坑的话呢 都会为大家来排除 那首先我们需要准备一个U盘 因为这个系统和Freen NAS一样 它是装在这个U盘上面的 当然我们还要准备一台这个物理的这个电脑 也就是你要作为这个NAS的一个物理机 至于你要用什么样的这个配置来做这个NAS都可以的 这个配置我就不做过多的这个介绍了 因为这个NAS它是不挑这个设备的 只要是主流的这个电脑配置都可以 那接下来我们就开始吧 首先我们先进入到他的这个官网去看一下 这个系统是一个收费的一个系统 我们先来看一下他的这个价格 基本的这个版本是59块美金 然后Plus版是89块 然后专业版是129块 那它的这个区别只有一个点 不同版本能容纳的这个硬盘的数量不一样 那基本版它只能用6块硬盘 那么Plus版可以用12块 专业版它就不设这个上限了 你要用多少块都可以 那这种的话呢 那就根据你的自己的需求来选购了 那一般如果是我来买的话 我肯定会买它的这个专业版 不受这个限制的这个版本 那它的这个价格并不便宜 所以它给了你一个适用的一个机会 那这个适用的话呢 是30天 这个适用版是一个全功能版的 也就是不受任何限制的一个版本 那么我们今天就来演示一下 怎样来获取它的这个适用版 直接点击右上角的这个下载 那我们就可以获取到它USB制作的一个引导程序 那这里有苹果版和Windows版 那根据你的系统来选择 那我这边是苹果的系统 那我就下载这个苹果版本 现在把你事先准备好的U盘 操入到你的电脑 然后打开这个程序 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程序的一个选择 这里面的话就选择你的这个U盘 然后系统这里 那就选择这个稳定版就可以 那选择它最新的版本 这里还有一个高级选项 我们点进来后呢 可以更改你这个NAS的这个名称 那它默认是这个 你可以更改为自己的 网络这里可以选择自动获取 或者是设置固定IP 那一般我们就选择自动获取 然后这里有一个允许UEFI引导 那你可以勾选允许 如果你的主板比较新的话 那么如果你是老的机器的话 你就可以不勾选 那我这边就默认不勾选吧 然后这样设置后呢 我们就可以写入到我们的这个U盘里面了 在Windows下面操作也是一样的 那它的这个界面都是一样 操作逻辑也都是一样的 现在它就开始来下载这个系统 下载好它才会来写入到你的U盘上 我在这里通过这种安装方式是安装不上的 不知道是U盘的问题还是什么原因 我换了四五个U盘 它都是不能打开这个分区来写入 所以这一步算是第一个坑 那这种如果你也出现和我同样的情况 无法写入的情况下 那我们就只能通过手动的安装方式了 同样的进入到它的这个官网 然后我们找到最下面这里 然后它可以下载这个手动安装包 我们先把这个最新版本的这个压缩包给下载下来 下载完成后呢 一定要解压 解压以后呢 就会得到这些文件 现在我们需要来格式化一下你的这个U盘 格式化U盘的话 名称我们就输入这个unraid的 这个名称大写的 然后格式这里我们就选择msdots 这个由于我这边是苹果系统验试 那windows下面也是这样对应的选择就可以 然后就开始格式化你的这个U盘 格式化好以后呢 我们把刚才我们下载下来的系统文件 全部拷贝到你的这个U盘里面 拷贝完成后呢 我们还需要做一个操作 我们来看一下 那它里面已经内置了这个linux版 还有这个苹果版 还有这个windows版 三个平台的一键安装程序 那实际上这种手动安装方式 它也是一键安装的 那我这边是苹果的 我就选择苹果的 然后点击打开 这里呢输入Y确认 然后输入你电脑的这个密码 它就会自动为我们安装这个引导 到这个U盘里面去 然后安装完成以后呢 你就可以把你的这个U盘给取下来 然后插到你要做NAS的那台电脑上 现在我们开机 然后通过你的这个U盘来引导 然后就会出现这样一个画面 这些选择项 我们先不管 我们就是用默认的第一个启动就可以了 当跑完这些代码以后呢 它就会显示这样一个界面 那么如果你是连着网的话 那现在它就已经自动跟你分配了一个IP地址了 那这个就是我们的后台地址 然后这里也有一个登录的 那它默认的这个账号是这个root 然后是没有密码的 实际上我们这里可以不用登录 到这一步我们就可以回到我们的电脑上 然后打开浏览器 通过它的这个地址进入到它的后台 进行相关的一些设置 输入完这个IP地址就可以直接登录进来了 那首次登录进来后呢 它会有个提示 然后它会告诉你这个系统的通知没有开启 让你手动来开启 那么就点击这里 进入到这个页面下 然后我们找到系统的通知 然后我们把它开启 点应用 这样就可以了 那上面的这个提示栏就消失不见了 现在我们来获取它30天的这个试用版 然后我们点击右上角这里注册 到这个界面下 如果你购买了正版的这个CTKey 那么你就填在这里就可以注册成功 我们现在是要获取它的试用版 所以我们要点击这个 获取一个试用的这个Key 那么勾悬以后呢 我们就开始试用 那这里是第二个坑 那大家会告诉你你的系统时间不对 所以它不给你这个适用的这个机会 让你调整一下这个系统的这个时间 那么我们关掉这个窗口 我们在这里就可以找到它的这个系统时间设置的一个地方 我们点击进来以后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 我们现在的这个时区是东八区 所以我们需要修改一下我们的这个时区 把它修改为东八区 那修改完成后呢 我们点一下应用 那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这个时间就会和我们电脑本地的时间就同步了 那现在我们再回到获取试用的这个页面 我们重新再来申请试用 那么点击以后呢 再申请 它还是会提示你的这个时间不正确 这里实际上是你的这个主板的这个boss里面的时间不正确 所以也会导致申请失败 那这个坑也是比较大的一个坑了 那么大家如果出现和我同样的情况也是需要去这个boss里面去修改一下时间的 现在进入到你这个boss 然后呢找到你的时间设置 然后这里修改一下时间的日期 然后还有时间 那大家可以看到我现在的时间和日期都不正确 所以我要修改一下和本地的时间统一 修改正确以后呢 我们现在只要保存重启就可以了 重启后呢 我们再次进入到这个后台 然后呢我们重新再来获取它的这个适用 然后我们再次来点击适用 那它还是提示你的时间不统一 然后我们再回到系统的这个时间来看一下 那系统的时间它又变了 那就是当你修改了这个boss的这个时间以后呢 它系统的时间也会有一定几率错乱 所以我们这边就不让它自动获取了 我们就关掉 然后我们手动来填写我们现在的时间以及日期 填好我们现在的这个时间日期后呢 点击应用 那现在我们再来点击获取它的这个适用 那现在它就可以正常的获取到这个适用的权限了 这个问题实际上在国外的论坛上 也是坑了很多国外的人 那所以这里特别演示给大家看一下 现在机会后呢 它就会跳转到这个主要的这个界面 现在我们先不来设置 我们先看一下它这个主页上的一些信息 那我们点到它的这个后台的主页 这里就是后台的这个控制面板了 我们先从左边来看一下 这块区域就是一个宿主机的一个信息 那这边集成了这个重启关机 然后关闭宿主机等等一些功能 然后这里它还有一个编辑 我们点击编辑以后呢 在里面可以选择你所喜欢的这个图标 我这边就随便选择一个来修改 那这个只是修改这个图标 它并不会影响到你的系统方面的一些东西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下面这块区域 它会显示你的主板的制造商 然后这个主板的这个boss的日期 然后还有cpu内存这些信息 最后呢就是一个网卡的情况 那么这边是四个网口 那所以它显示四个网口 右边的话呢就是显示一些共享的文件夹 然后用户 然后还有你的磁盘的一些信息 这些没什么好讲的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正式的来设置这个系统 首先我们点到这个主要的这个选项 这里面就是配置你硬盘 以及缓存的一个地方 那现在我只有一块硬盘也没有缓存 那我这边就不演示缓存了 那我这边就演示配置一个硬盘 是怎样来配置的 首先我们先找到第一个盘位 然后点下来以后呢 它就会识别到你有一块硬盘 那么你就选择你的这块硬盘 选择好以后呢 我们往下滑到最下面 那这里有一个开始的按钮 然后我们直接点击开始 它就会为我们来创建这个磁盘的这个分区 我们只要等待一下 创建好以后呢 它就会跳转到这个界面 那这个界面上就可以看到 你已经创建好的这个磁盘 那但是你会发现 它这里提示没有任何的空间可以使用 并且它不能挂载这个磁盘的分区 所以我们一开始是需要来格式化一下 它的这个分区的 然后我们在下面可以看到 这里有一个格式化的一个选项 我们找到这个选项以后呢 然后点旁边的这里有一个小钩 那它问你是否要格式化 那么你就点击这个小钩 现在我们就可以点击这个格式化的按钮 然后它现在就会为我们格式化这个系统的分区 当我们格式化完以后呢 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分区的这个格式 这个Unread它默认的分区格式是这个XFS 那它就格式化完这个分区 可用容量和使用容量都显示在这里了 这样我们的磁盘存储就已经设定好 现在我们再来修改一下这个NAS它的这个名称 因为它默认的名称并不是我们想要的 所以我们点到这个Sitings这个设置这个选项 然后我们找到这个身份认证这个选项 然后我们点击进去 那这里可以看到它默认的系统名称是这个 那现在我们需要修改一下这个名称 那你会发现它现在是修改不了的 它下面会提示你要修改这个的话呢 必须停止这个宿主以后才能修改 那怎样来停止这个宿主呢 我们回到这个首页子这个选项 然后在这里的话就有一个停止的这个按钮 那这个只是停止宿主 它并不是关机的意思 那关机是在旁边 这个才是关机 那这个是重启系统 那这个只是停止你硬盘的这个宿主 那点击停止 等到它停止完成 当它变成这个可开启的一个图标 那就说明这个宿主已经停止了 那现在我们就可以回到刚才的那个页面 去修改我们的这个名称了 那现在它就可以修改了 这里大家就修改成你想要的这个名称就可以了 修改完成以后呢 点应用保存一下 保存完成以后呢 我们再次回到这个首页 把这个宿主给开启 如果你不开启这个宿主的话 那你其他功能都是无法使用的 这些设置好以后呢 我们现在需要来创建一个共享的文件夹 那么我们就点击这个共享文件夹创建这里 进来以后呢 我们可以看到这里已经有一些文件夹了 那这些是系统的文件夹 我们不用管 我们直接点击这个新增共享文件夹 那么点进来以后呢 名称这里大家可以自定义 我这边就输入DOT 那这里注意啊 那这个系统虽然它没有中文 但是这里的文件夹的名称是可以输入中文的 然后在磁盘子这里 我们可以选择一个磁盘 或者是你有多块磁盘的话 也可以选择它的这个磁盘阵列 那这边我只有一块 那就选择一个 其他的选项我们就不用做设置 我们就直接点击增加 这时下面就会多出一个权限的一个选项 那么在出口这里就选择这个yes就可以了 就是肯定要使用它的 另外的选项就是不使用 或者是隐藏这个出口 下面的权限就是有访客 然后还有加密的 还有私人的 那这边我就设置为这个访客可以使用的 就选择第一个 这样呢 我们新创建的这个Dart的这个共享文件夹就已经创建好了 那么回到这个页面 我们就可以看到已经在这里可以使用了 现在打开我的电脑 然后找到网络 那它就可以加载到我们刚才的那个NAS修改的那个名称 然后我们直接点击进去 那它以访客的状态下就可以访问到我们Dart的这个共享文件夹了 我们就可以往里面存取我们的这个资料了 现在我们再点到这个用户这个界面 那么我们默认的这个账号是没有密码的 所以我们可以点进来 然后为我们的这个默认的这个账号来设置一个密码 当设置完成后呢 它就会要求你通过密码来访问 那这个系统它比较简陋啊 它没有那个登录的界面 它就在浏览器弹出这样一个框 然后就在这个框里面输入你的这个账号密码 就可以登录进去了 但是我看到它最新的那个6.8的那个版本 它还没有发布 那个版本它是有这个登录界面的 那用户这里面你也可以新增加用户 然后分配权限等等 这里就不做过多的这个演示了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它还需要哪些设置 那基础的这些设置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来设置 那我这边就不做过多的设置了 我们来看一下它其他的这个功能 这里的话呢是有个外挂的一个中心 那现在是什么都没有 等一下会来教大家怎样来使用这个外挂中心 然后过来就是我们熟悉的这个Docker 然后虚拟机 然后最后就是它的一个工具 找完一圈以后呢 你会发现这个NAS系统它并没有一个软件中心 它不会像我们群晖那样是有一个软件中心 可以自由安装这个软件的 实际上这个NAS系统它也是有个软件中心的 只是它默认没有为我们安装上 需要我们手动去安装 那么我们就需要用到这个外挂的这个中心 首先我们进入到它的这个官网 然后点到它的这个社区 然后再进入到它的这个论坛 在论坛里面我们找到它的这个外挂的这个支持的这个选项 我们点击进去 进来以后呢 我们再找到这个贴纸 我们进来 那这个就是它一个软件中心的一个插件了 那这个插件是需要我们手动来安装的 我们往下滑 找到它这个安装的一个地址 那就是这个地址 我们把这个地址复制一下 然后回到NAS的这个后台 找到它的这个外挂中心 然后安装这个外挂 我们点击这个安装 然后我们把刚才的那个地址 直接粘贴进来 然后我们直接点击安装 我们等待它安装完成 安装好后呢 我们点一下刷新 那我们就可以看到这里多出了一个apps 那就是我们的应用商店 现在我们就可以直接点击进去 然后首次它会弹出这样一个提示 我们点击前面的这个进行安装 到这一步它的这个应用商店就已经安装好了 里面有非常非常多的这个应用 可以使用 我这边就来简单为大家演示一下 怎样来安装它的这个应用吧 那我这边就安装一个家庭影音的一个程序 那么我们从左边的这个分类里面 我们可以找到它的这个家庭影音的一个选项 那我们点击它 那我们点击它进来后呢 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经常主流的像这个安倍 然后还有这个Jellyfan 还有大家都熟知的这个Plex 那我这边就演示一下怎样来安装这个Plex吧 打开后呢 我们点击这个安装 然后弹出到这个界面 这个界面我们只需要修改一个地方 或者不修改也可以 也就是它的这个名称 你可以修改也可以用它默认的 那其他我们就不用动 然后我们直接点击应用 等待它静静的安装完成就可以了 出现这样的提示就说明安装成功了 我们点击这个按钮 点击后呢 它会跳转到我们应用市场 那么这个软件到底安装在哪里呢 实际上它所安装的这些程序 都是安装在这个Docker里面 然后我们直接点击这个Docker 然后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Plex就在里面了 现在我们只需要点击我们Plex的这个图标 那点击一下 下拉的这个菜单里面就会有重启啊 设置啊等等一些 然后我们只需要进入到它的这个后台 我们点选这个外部UI 那么我们就可以跳转到Plex的这个 大家熟悉的这个后台界面了 首次进来后呢 你只需要登录你的这个Plex的账号就可以了 Plex的设置我这边就不做演示了 相信大家都很熟悉了 好了呢 到这里的话呢 我们的基本的这个配置功能就配置好了 但是针对国内的朋友来说 还是少了一些功能 那比如说像网盘的功能 分享我们家庭照片 存储照片的这些功能 接下来我就来教大家来安装一个网盘的功能 以及照片库 同样的我们也是通过我们的这个应用商店来安装 那么找到这个应用商店 然后在左边的这个分类里面找到这个云 当然你知道这个程序的名称 你也可以在这里搜索 我们点进来后呢 那我们可以找到这个nextcloud 和这个oncloud 那么这两个的话呢 它其实都是一个公司的 也是现在非常出名的一个网盘的一个程序 那这边我演示的话呢 就安装这个nextcloud 然后我们直接点击这个安装 那进来的时候这里需要设置一下 名称大家可以自定义 那么这个网络这里一定要选这个桥接 然后下面这里有个端口 它默认是443 那这个默认443端口会和我们的NAS的这个后台的证书会起冲突 所以我们不要用这个443的端口 我们重新改一个端口 改成这个7000或者是改为其他的 那么这里就选择一个存放的地方 那么我就选择这个Dot 其他地方就不用做过多的这个设置了 我们就直接点击应用就可以了 等到它安装完成 安装好以后呢 我们同样回到这个Docker 然后呢 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nextcloud已经安装好了 我们同样点击它的这个图标 然后选择这个外部UI 进入到它的这个后台 那么有可能你会打开出现我这样的情况 我这样是浏览器的问题 那它没有自动加上那个端口 那出现这种情况 我们就加上你刚才填的那个端口 我这边填的是7000 那么我就输入这个7000 那这样它会提示一个什么非证人链接啊 那这个是因为没有证书所以导致的 那这个大家同意直接继续就可以了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进入到nextcloud的这个安装的一个界面 那这个界面首次的话呢 那是需要创建一个管理员的账号 那这里你自己填你的账号密码就行了 数据库的话呢 它默认是用这个sql lite这个精简版本啊 那么如果你对这个maseco这个数据库熟悉的话 那么你也可以选择到第二个选项 然后去安装这个maseco的数据库啊 那么我这边就用它的这个精简版本 那推荐大家也用这个版本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点击啊 完成安装 安装的过程是有一点慢的 我们需要等待一下 安装完成后呢 就可以进入到这个网盘的这个后台了 那这个网盘的功能 它是有这个APP的 也就是有我们的手机的这个客户端 电脑的客户端都有的 这样我们在移动端使用就非常的这个方便了 同样呢 它就可以上传你的这个文件 然后分享你的文件给你的朋友 这里也有这个相册的功能 可以上传你的这个相册 然后分享你的相册 那刚才我演示的这些操作都是在一个硬盘的环境下来操作的 那么这个既然是NAS的话呢 我们肯定少不了它的这个RAID阵列 那这个UNRAID它是怎样来组这个阵列的呢 接下来我就来演示一下怎样来组这个阵列 那现在的话我已经放入了两块硬盘 那在右边的话 大家可以看到是有两块硬盘的这个信息了 现在我们就来组这个RAID 我们首先点到这个主要的这个选项上面 进来以后呢 我们需要停止一下这个宿主机 然后我们停止 停止以后呢 它就会跳转到这个界面 我们在第二个盘位这里 选择我们新加的那块硬盘 选择以后呢 那我们滑到最下面 我们点击开始就可以了 那这个系统组RAID 它是没有任何的RAID的选项给你选择的 它是自动帮你组RAID的 那现在我们就可以看到两块硬盘 它已经组成这个RAID了 那它的容量总共是500G可以使用 那大家会发现 它这个文件格式这里不一样 那这里是FX 那它下面是BTRFS 这个系统比较奇葩的就是 不同分区的文件 它都可以组成这个RAID 但是为了这个文件的这个安全和稳定性 还是推荐大家 把每个硬盘的这个分区的格式都统一一下 现在我们来修改它的这个格式 我们同样的点击停止 然后呢 找到第二块盘 然后点击这个名称 然后进入到它的这个高局选项里面 那在这个选项里面 这里就有一个系统的这个分区格式 我们把它修改为这个XFS 然后呢 点击应用 然后我们再点击这个完成 然后进入到这个页面下 然后我们滑到最下面 重新开启我们的这个阵列 那现在开启以后呢 它就会提示我们需要重新格式化一下 这个分区才能使用 那么这个操作就跟一开始的那个操作是一样的 我们找到下面的这个选项 然后把这个勾给打上 然后我们点击这个格式化就可以了 操作完成后呢 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两个硬盘都是同一个格式 然后分区啊 然后容量这些都是正确的 那现在就可以正常的使用这个RAID了 现在我们回到首页 我们看一下右边这个信息 那么我新加入了这块硬盘 它的这个有点问题 所以它这个Smart检测是错误的 所以它这个硬盘不是很健康 我们主要来看一下上面这个部分 上面这个部分主要是这个数据教验一致性 那推荐大家还是去教验一下 然后我们回到这个主要的这个选项下面 然后我们点击第二个选项 那么它就可以开始为我们教验这个数据了 这样的话呢 大家就静静的等待它教验完成就可以了 最后还有一个地方需要提醒大家 也是比较坑的一个点 不知道它为什么要这样设计 那就是它的这个宿主机 如果你重启了你的NAS 那它这个宿主机是默认不启动的 那在下面它也会提示你的这个宿主机的这个没有自动启动 那如果没有自动启动的话呢 就导致你的这些应用都用不了 我们来看一下 那Docker里面也没有应用 然后虚拟机里面也没有任何的应用 都用不了 所以你开机后呢 一定要手动来启用一下这个宿主机才可以 启动完成后呢 那我们像这个Docker 然后虚拟机啊 这些它以前的数据才会回来 才可以正常使用 现在我们就来点击这个Sightings 来设置一下 然后点到这个硬盘的设置选项 然后设置一下它的这个宿主机 然后呢它自动启动 啊 这里选择yes就可以了 那这样你下次 关机后呢 再开机的时候 它就会自动来启动这个宿主机了 好了 那这个就是Unray的NAS系统的基础上筹视频 你可以免费体验一下 它的这个系统的强大之处 那它的这个强大之处的功能 其实有很多 比如上它的这个显卡就可以直通 有老外就是拿了这个六七块的 这个2080Ti的这个显卡 然后装进去 各种玩游戏 各种这个稍操作 这些烧气的功能 我后续也会去这个做测试 然后到时候我再出这个演示的这个视频 好了 那这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